一个管子假如是两端是开口的 那么使管内的空气震动的话 可以发出880赫兹的声音 注意一下 这题目里面可以发出这个频率是这样 并没有说这个频率是基频 或者是地体幻音 地体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只要是符合它两端开口的注波模式的 任何一个注波频率都可能 如将一桩封闭 有一桩封闭 可以发出220赫兹的声音 同样的情况 当它第二种情况是变成一顾一致的 对不对 一桩封闭了 那么你这里可以发出的频率220 也没有说这个一定是基频 或者是第几种 NZ等于第几种状况 没有说 那现在问你 假如声音的速度是344 问你这个管子最小的长度是多少 也学过前面的题目 同样问过这个管长就知道了 这个管长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里管子内空气注波模式的频率吗 它的关系是怎么样 它的关系是管长影响到它注波模式的 假如是两端是开口的时候 你的频率F会等于多少 是不是2L这个管长 这就是管长 对不对 分着NV嘛 那依照它的第一种情况两开口的时候发出的第一个是什么 是880的 那会等于2L分之 L不知道是不是太要求的 还有N 它也刚刚我跟你提醒过 这个880并没有说是基频或者第几个幻音的 也没有跟你说这个N是第几种状况 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N 乘以V 这个V它要告诉我们344 你现在把它带进来也可以 我先不带 什么 但是我用黑色的就表示是已知的 未知的是这个管长 可是还有一个未知 刚刚讲的 你不知道它是第几个注波模式 N是多少 没有告诉我们 那你这样一个式子有没有办法解除啊 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这式子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的管长最小 这管长L会跟你N是成正比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利用第二个条件里面 一端封闭 是不是 我拍一端封闭的时候 那一端封闭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什么 是不是一开一闭的时候 那一开一闭的时候注波模式会是什么 是不是F等于4L分之GV 好 那这时候它频率不是刚才条件是不是220 可是我刚才有听你 它这220也不是G体 也不知道是第几个幻音 所以那个注波模式是哪一个N 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N也一样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这里就会写成4L分之2M-1V 那你就会觉得奇怪 很多同学这一体栏在这边 老师我明明对的公式是4L2N-1V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改成M呢 就2N-1V嘛 这一样写N就好了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N跟这N 假如你这写的N的话 以照数学数值这两个数值 表示这两个N是同一个N 表示它是3的时候它是3 可是我刚才有讲这个题目里面 880跟这里220 并没有说明他们两个的注波模式是第几个 更不用讲说他们是不是同一个N 了解意思 所以我这边就怎么样 你可以改成N'也可以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符号 NN 有没有懂得老师意思 好 一样这个L跟这个L 一样它只是把它封闭而已 并没有说管折常有改变 所以这个L跟这L是可以一样的 那速度一样都可以一样344 不过你要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一个式子L跟N两个位置数 没办法解L吧 现在呢两个式子可是几个位置数 又多了一个M是不是三个 也没办法解出固定的解 怎么会懂意思 所以你假如要从这里解出我们L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可以解出我们最小长度的L点 怎么说呢 我从这两个式子找出一些特殊关系式 这两个式子相除 你这相除的时候 你这边是不是880除以这个是不是4 然后这可以消掉的把它消掉以后 这是不是N 然后这个4消掉2是不是等于上去2N 然后底下2M-1 然后再交叉相乘 你得到整理一下交叉相乘 整理一下会等于4M等于N加2 然后因为从这个式子 我们的怎么样 符合这里的条件 刚刚有讲的 我要找出这个L的最小值 是不是L是跟N是成正比的吗 从这个式子上 你N越小你的L就越小 而这个式子4M加N加2 M跟N都属于怎么样 是我们的正整数 那你去看我N可不可以0 不行啊 N可不可以1 不行啊 为什么这1的时候 这里没有一个正整数可以符合啊 但是当你这个N等于2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这N就可以1就符合了 我这个N跟N都是正整数吗 有没有懂得这意思 那就要去找到符合的 这个条件里面的N的最小 因为我刚刚讲 他要求的是L最小情况嘛 那也是跟N 假如N是最小的情况 就是我们L最小的嘛 所以这时候概入1 你概入1 这个882等2 乘以我要求的L 上面是N乘以我的V 那刚刚有讲这个N最小就是2 OK 那我问你 从这里顺便问你一个 N第二个小的是什么 6 6要会算哦 不一定2我还是就是3哦 4哦不一定哦 什么因为你这个N带2的时候 这边就N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6 那2是第一一个最小的 好可以带过来 那这V 这时候你把它带进来了 V是340嘛 是不是 这时候把它带过来 OK 最主要现在找出那个解读的关系式 所以整理一下 你就整理一下 就得到我的L 就会等于880分之340 大约是等于0.39公尺